最难的是,就兄弟的球员来讲,不只是投手,因为感觉好像这个比赛好像又变得很慢很慢 特别是这个出局数,好像有点难熬啊 是是,因为最不好过了这个张泰山跟郑兆航军过了 对 这一球打成了一个又是一个飞球,又外野手过去,二类手也后退 两个坐在一起,但是球没有掉,还是在冯胜贤的手套里面 顺利铁把这个飞球给揭杀,结束了在球局上半星龙牛队的攻势 向队在这场比赛,5比0赢球,玩封了星龙牛队 也恭喜兄弟向队拿到队时的第九座,半季冠军 冯胜雪虽然脑袋尻了一下,但是冠军的一个滋味还是相当甜美的 风神也在球局的上半顺利的达成他的一个救火的任务 这场比赛呢,向队的三人投手吴俊逸,王金丽,以及风神的联手 在本周前两场比赛呢,是玩封了,星龙牛队 那这场比赛向队赢球之后呢,也顺利的把放到魔术姿M1 现在化整为0了,那向队也正式的回了黄袍加深 在下半球今天拿到了冠军,这不但是向队时的第九座冠军 同时也是近三年来,第四座的三级冠军 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放弃烟火了 那待会向队的球员呢,会向一蕾测,还有三蕾测的球迷 不管是牛迷,或是向你 最近,在致谢打理之后呢,事实上呢,还可以绕场一周 那接下来呢,才会回到几个球员呢,带过了发展感言 那兄弟向队呢,拿到了下半球季的冠军 那同时也正式宣布职棒十四年,主要职棒大联盟的总冠军战 将是会形成牛向队 那看到今天,先发表现相当影响的吴俊逸 那可以说是自身的功臣,不但是球队赢球 同时也还拿到他今年球季的第十场比赛的胜头 那也是呢,对新农牛队各人的四连胜,化系的七连胜 那今天带吴俊逸表现相当精彩 另外还有王金勇,在四敌后半呢,敲出一支三分打点 全会打从勇上手中,敲出一支三分炮的情况之下 相对的最终是5比0,敌败了新农牛队 那相对赢球之后呢,其实很多纪录呢,也瞬间的诞生了 除了刚刚提到他们呢,最高半季的胜利 七成九一封王之外,成为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史上最高半季胜率封王的胜利相对可以说 给我点一秒,三十四胜九败三合 今天这场比赛,四地封王,那排第二的是一代相 胜利相对呢,在直到5名的上半季 当时的胜率呢,七成五七 其实当时呢,大家就以为这个季度可能不太会打破 没有想到,胜利相对呢,相当的厉害 在今年球季的下半季呢,是接近八成的胜率呢 是拿到了半季的胜率,同时也取得了和上半季冠军 新龙牛队,来争取冠军冠军的一个机会 这场比赛对于,中立的来讲呢,是 可以说是相当的感动吧,特别是下半季 下半季,相对几乎是在一路隐间的情况之下呢 最后还是封王 从今年球季初开始呢,相对虽然一开季在两联盟合并之后打得并不是很出色 不过这个状况呢,随着4月份5月份有逐渐加温呢 今天9月27号,在礼拜六的晚间 天母球场,冯胜贤接到最后一个play之后 现场所有的相名呢,是抛下了黄彩带 我庆祝呢,兄弟相对封王,迈向什么问题 我最后这个球接的还是有一点精简就是了 还好,最后冯胜贤确实掌握住了 没让这个所谓的好事多谋 所以冯胜贤最后呢,也没有任何看样子,应该没有什么受伤啦 所以这应该是兄弟相对最希望见到 我同学的表情来看喔 真的也对于刚刚彭卫席,差一点点撞到 表情是有一点点的 我觉得,希望不要有受伤,是有大失一惊的 那除了以半季最高胜率蜂王之外呢 这场比赛呢,相对在相反球季第34胜 也缺评了1994年其胖五年兄弟相对的上半季 以及1996年同时对其胖七年在上半季所创下的34胜 那未来的兄弟相对当然还有机会呢,再打破这个纪录 那同时也把这个记录呢,继续往前追加 那半季最少败方面呢,兄弟相对目前为止也只有9败 那未来呢,在后面四场比赛呢,只要不输过 超过两场,超过超过一半呢,有机会来追赔呢 如果拿到三胜的话呢,甚至是有机会来追赔呢 王金勇当然是今天可以说是相对...可能相迷也不会想到说 诶,这场比赛呢,王金勇成为这么场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 哦,对,如果不是那一支三分全力打的话 其实今天比赛真的很难讲 因为我一直觉得勇壮其实今天虽然一整年 投兄弟相都投的不是很理想 不過他今天其实投的相当不错 然后那一支全力打的同时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 嗯,使得在五集之后变成 比较...新农牛队变成比较被动的去做投手的调度 是,不管今天在台南球场的统一和成蔡之战 最后谁能够赢球,兄弟相对呢 在这场比赛还是能够自立的封王 则是中华翅膀史上第20次的自立封王 也是在天母球场的第一次 兄弟相对呢 最后呢,则是击败了新农牛队 拿到了半季史上第9座的冠军 也提醒观众朋友,待会廣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会有所有全体球员的访问 也让所有球员呢,来发表他们拿到半季冠军的感想 待会见